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台中市东区街头日前出现一幅远景,搀扶行动不便富人过马路的温暖画面,募集民众将经过PO到脸书大理人聊天室社团,社团成员随即进行巡人任务隔天巡线找到该名远景黄胜吉,由社团管理员代表赠送钥匙圈,感谢黄元的暖心举动,让远景揪甘心。 台中市第三分局东区分住所警员黄胜吉,当天中午巡金侠内石甲路与东鹰路口时,适逢红绿灯交换之际,一位行动不便的富人过马路只走到一半,当时车速火快却没有车子停等让富人先行,黄元见险向寬生便依仅用机车挡车站缓车流,在上线搀扶富人缓步过马路。 有民众值即将这温馨一幕分享至脸书大理人聊天是社团,该社团管理员随即进行巡人任务,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,隔天就找到黄元,并赠送该社团特制的钥匙圈,传达来自小市民真心的感谢。 目前单身的黄元表示,收到来自民众的心意感到受宠若惊,一般大众遇到相同情况也都会挺身而出,更何况身为人民保姆,这样的举手之劳真的不足挂齿。 很感谢民众给予警方肯定的窝心之举,坚信从警的选择是正确的,日后也会实时提醒自己保持初心做好本分,不辜负民众期待。